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台陆军一辆云豹装甲车 日前经过台中市大理区街头 遇到路口转弯时 耗时两分钟 经过七次倒车才转弯成功 相关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后 由岛内网友讽刺 开到战场前仗已经打完了 近几日 岛内民众在疯传一段手机视频 视频中台军的一辆云豹装甲车 在马路中向右转弯居然卡关 来来回回试了两次 都没有明显的转向动作 笨拙的动作让目击民众看了都着急 视频中可以看到 由于装甲车无法转向 占据了整条车道 民众车辆也被堵在装甲车前 目击民众称 最后这辆云豹装甲车 整整转了7次才通过这个弯道 这段视频在网络流传后 引发网友的讨论 有些人认为是驾驶兵技术差 也不凡有网友揶揄 这种车能上战场 简直就是固定吧嘛 这机动性真的要造这个去打仗吗 等到它转过去 战争都打完了 对于这段视频引发的关注 台陆军16号称 转向机油风有破裂 没有办法做大幅度的转向 但有党内军事专家 就此质疑台军装备的妥善率 面对质疑 台军方必谈装备的妥善率 仅说这是个案 然而战车掉链子的一幕 被镜头捕捉下来 台军方的说法恐怕难让民众信服 这种车能上战车掉了